欢迎收看2月2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关心的是 花莲县中区两所国高中 日前传出斗欧霸凌事件 而花莲县长徐政伟 访美行程结束反抵国门后 在县府教育处长翁淑敏 以及花莲县警察局长王旭昌的陪同下 第一时间立即到光复国中了解案情 并关心受霸凌的学生 而后续将针对县内的各校 进行反霸凌、反暴力宣导 以及学生身心灵福导等 而徐县长也呼吁民众 误转传事件的影片造成二度伤害 结束9天访美行程 才刚反抵国门的县长徐政伟 在县政府教育处长翁淑敏 以及花莲县警察局长王旭昌的陪同下 上午11点就来到光复国中了解案情 并关心学生的学习现况 学生传出斗殴霸凌事件后 两所国高中也同步展开调查程序 并启动防止霸凌以及辅导机制 警方主动调查 黎怡青并未有帮派入侵校园之情势 而由于整起案件也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警方也呼吁大众或许若转传事件影片恐触发 因为设计刑事案件了 在侦查中了 如果有接受到这个转传这个影片 请不要再继续转传了 这会有相关的罚则 请社会大众多加配合 县长许真卫与县教育处 学校以及警方地方公所等相关单位 共同召开会议 同声谴责暴力霸凌行为 另外也全面进行县内各校反霸凌 反暴力宣导 以及学生身心灵辅导 落实校园安全 让学生安心学习 除了启动我们调查小统 校内的调查小统之外 当然对于同校的阿林天导 以及感暴力的部分 以及学生的心灵辅导 的部分也都启动 所以更希望我们的落实在校方 或者是在社会上 或是在家长 或是一起来关于 我们的落实被害者或是家导者 我想让我们的孩子们 都能够平安度过 此次的登报 那我们这个田立兰协助孩子 行为对他 让他能够在这个青春 中文期的期间 然后往正前的地走 县日府教育处也将与校方 协力辅导行为偏差的学生 导正偏差行为 并持续关怀 受害学生给予身心灵 复健辅导等资源 抚平受伤学生的心灵 记者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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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